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這款遊戲叫做這個 聖利女神Nikki 那這款遊戲的話最近很紅喔 那這個我也是最近開始有空 然後稍微來看一下說遊戲是如何 那這個遊戲呢是Shift Up Shift Up的遊戲上一個我玩的是這個秘密之子 那這個遊戲呢其實也玩了一年多喔 那有看我影片之前的話呢 其實這個影片的話我看我的影片 我有錄了100多個這個影片 雖然說沒有什麼攻略內容就是在介紹耶 但是這個遊戲真的是非常的香喔 呃這個香到說如果說我放到B站的話呢 會不會不過省喔 那後來氣坑的原因呢這個不是說他太花錢 而是說呢這個其實遊戲他不大需要花錢喔 你只要參加活動呢就可以獲得一定的獎勵 可是呢就是欸就像那個三國志幻想大陸齁 我說的一樣就呃他花的時間實在是太多了齁 日常的這個這個任務 但是呢他沒有卡任務時間啦 只是說他這個每日任務啊他沒有掃蕩 所以說變得是說呢呃我這個命運之子我還有錄一集 就是說我手機必須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手機放在那個地方自動戰鬥30分鐘 真的是30分鐘左右喔 才把一天的這個任務給解完 當然我不知道說現在有沒有改啦 因為我已經大概快 呃至少半年以上都沒有玩命運之子喔 就是就純粹就是氣坑的那個樣子 那當時就是覺得說這個每日任務太花時間 然後他他定期有這個活動齁就是世界王的活動 可是那世界王的活動呢這個 你這個就是說你要參加戰鬥嘛 然後還有諸神好像是諸神強襲吧是不是 那個活動呢也是很花時間 白場的戰鬥都要好幾分鐘 可是呢其實那個戰鬥呢也沒有要你做什麼事情 就是在那邊看你上的角色打 但是呢他一定要看完整個戰鬥的流程 所以說這個就這個戰鬥的時間非常的攏長喔 然後後來實在是受不了了 所以就就就就就氣坑了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再來聊這一個聖女神Nikki喔 那我昨天呢我有錄一個這個這個新手的影片齁 就是剛開始玩 結果啊欸他一直在講話齁 結果啊這個玩著玩著呢 欸我錄完影片之後呢就發現說 呃上傳之後呢影片壞掉了 所以超尷尬喔 那跟大家看一下齁 我昨天玩的這個什麼 欸這個算是第一個章節 然後就看到一個動畫 哇蠻感人的欸就是 欸他的他的那個故事啊 世界背景有點像是86那個樣子喔 然後呢可以看到是說 呃主角應該是男生吧齁指揮官 然後呢尼基是屬於這個 應該算機器人吧 因為我才玩第一章還不是很了解這個劇情齁 但是呢這個遊戲的話我會比較專心看劇情 那命運之子也是一樣齁 他的這個劇情其實蠻值得看的 那這邊的這個第一章呢 竟然還有動畫喔 然後呢這個動畫真的是還蠻 還蠻感人齁 齁就是什麼大腦受損的尼基 要被處決 因為那個 這個什麼 我們這個開局的這個角色啊 他竟然被入侵了 然後呢 就變這個樣子 眼睛也 也變紅色 然後其實中間那一段 他當機的那個樣子 講話那個聲音還蠻恐怖的 好 所以說呢 我們必須要這個 處決他 因為他已經被入侵了 那這個 反正就是 尼基就是什麼 人造人嗎 他是這個 有這個大腦 但是身體的話 應該是屬於這個 機械吧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 但是呢 我們有幫他這個 幫他繃帶 然後把他受傷的地方綁起來 但事實上是不需要 但是我們主角 還是有做這個動作 所以說呢 他在最後面呢 他還是說感謝主角 幫他上這個繃帶 然後呢 那個主角 忍痛不下手 那他自己呢 把這個 這個 這個手放在槍上 也就是說動手吧 因為他知道說 尼基的命運 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說這個 被入侵的話呢 那就是不能用了 好 所以說最後面 他就這樣死掉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我們是來玩遊戲開心的 不要 不要一開始就讓我們 那個什麼壓力那麼重啊 這個 非常的感傷啊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換一下這個 CDKey吧 這個上巴哈找了一下 這個CDKey 那現在應該是有幾個CDK可以使用 那我們就試試看吧 那這個CDK的話 過期的時間應該是蠻快的 所以這個 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時間是11月20號 看看有沒有什麼基本的可以用 然後他伺服器有分 港澳台 那其實命運之子也是一樣 因為現在的這個遊戲啊 剛開的時候的伺服器就是狂開 什麼洗手抽啊之類的 那這個 像命運之子 他也沒有什麼選伺服器 就是大家都在這個裡面 但是呢 遊戲的機制並不會說 好像 這個老手 就是會屌打新手之類的 這樣子的活動 因為他的活動設計 其實就 怎麼講 像命運之子 他還是會有競技場 不過呢 你也不會因為說 這個就是好像 就是前面的人玩很多 或是會說看到大課長 然後呢 就覺得壓力很大 怎麼樣 其實不會 他很多機制 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玩 然後 會所在一個 就是一樣的這個等級 然後 都可以參與 當然你課金的高手的話 你拼那些什麼排行榜之類的 都還是會有優勢 不過呢 就是說 這個玩家之間的 這個競爭感 沒有那麼強 取而代之的是 他還會有很多的 這一種玩家之間的合作 所以說這個是 我玩命運之子 然後 跟看這一款 尼基 稍微做了一點功課 看這個遊戲的這個活動 應該還是屬於這樣的 那個 這個類型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他的這個 伺服器 就是分港澳台 或者是說 這個 什麼海外伺服器 這樣子 那港澳台跟這個海外伺服器 他的這個兌換碼 跟一些這個活動 都會有些不一樣 好 那這邊輸入完之後呢 我們就回來吧 好 我剛剛輸入了幾個 看看我獲得什麼東西 呃 在信件嗎 喔這邊吼 這邊 呃 好像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很多東西耶 就這個樣子而已嗎 可以讓我 10抽嗎 呃 好像 好像 好像也不夠10抽吼 然後我現在有的角色是 長這個樣子 呵呵 好 呃 我可能還要再繼續玩一下新手任務 喔 OK 好 這個迪賽爾 這技能的部分 然後這邊可以升級 呃 其實我現在我也不確定我要練什麼角色 他大概是有分什麼什麼機槍啦 然後 然後什麼重炮彈之類的 然後角色真的是都很香喔 好 全語音的這個樣子 然後 呃 我是不是要給他培養升級一下 升級一下 齁 MAX 哇 直接升到40級 喔 太爽了吧 SSR的 先給他升上去啊 OK 還有嗎 這是SR的 我不要 哦 我只有兩隻SSR的 好 我們就這樣上了吼 好 我們來玩一下 呃 先來玩一個初級作戰 我現在是在第二章 然後他的音樂也配得很舒服 讓我覺得有一種那個 莉莉絲神絕者那樣的感覺 就是 他的音樂做得很好 欸 等一下 我剛剛走路的時候 看到什麼東西 欸 這什麼東西 欸 這邊有一個 欸 等一下 這什麼東西 喔 路上還會有這個遺失的東西是不是 喔 所以說這個要 這個要慢慢走吼 好 我們來進入戰鬥吧 看一下 哇 我這邊有兩個 一個40級 一個30級 好 這個戰鬥呢 就是 看身材 也沒有啦 這戰鬥感 打擊也是 怎麼講呢 就是 他的那個 那個射擊啊 還有那個 怎麼講的 就是 呃 擊中的那個 那個動作的那個感覺 做得非常的好 好 我這一個是屬於這個 榴彈砲嗎 來 我來換這個 這是機槍 喔 Reloading 然後頂一下 這是全部都躲到掩體去 好 然後再出來 這樣子 好出來了 欸 這是怎樣 怎麼都被 怎麼都被 cover的 等下 滑上來是不是 完了完了完了 他們怎麼都躲起來了 不對啊 解除 解除了 我是不是開了 自動開大招了 他大招有分 1 2 3喔 Full Bastards 好 抱歉 我還只是個新手 哈哈哈 但是這個跟命運之子比起來的話 它就是多了很多這種操縱的感覺 你要躲到岩體之後啊 然後你要放技能啊 然後有五隻角色你可以隨時切換喔 然後這什麼東西 啊?EX這什麼 殲滅戰無法自主戰鬥 什麼意思 這個不能自動戰鬥是不是 什麼叫不能自主戰鬥 我是希望多一些跳過的 這個什麼一鍵掃蕩之類的功能啊 喔這什麼東西 哇無限列車嗎 我要切換它 好先射這個 把它射吧 啊不對不對射飛彈射飛彈 OK reloading 欸怎麼跑掉跑掉 欸欸欸射這個 啊算了這個交給友軍了 好爆掉爆掉爆掉 好我們開第一個大招 再第一個大招 再第三個大招 好 Full Buster 好快點我有三秒鐘的時間 狂開大 結束了結束了 好先瞄這個炮台 哎呀 還是這種機槍類打起來最爽 然後又有狙擊槍 然後也有那種就是那個榴彈炮 再來我要射哪邊啊 亂射嗎 唉唷等一下等一下 躲起來躲起來 啊我掛掉了我掛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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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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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想要重來了 哈哈哈哈 原來我死那麼快 好快喔 就算是沒戲唱啊 哇戰敗了戰敗了 哇哭哭了 好 再打一次好了 射太爽了 哇戰敗之後呢 他是叫你課金了是不是 等一下 奇怪這個是應該是初期的戰鬥吧 怎麼死那麼快 看一下喔 這個好像是這一次的這個角色 看一下 草莓 草莓糖之力 管他的 欸 我這個40級耶 還是打不贏嗎 這個有補師嗎 看一下 給他升一下級 Max 啊糟糕 升級的這個東西不夠了 再挑戰一次 再來 好 再來 這一隊吧 80LV固定 欸 80LV固定是什麼意思啊 是固定都是80LV嗎 我看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沒有躲這個BOSS的這個傷害 所以掛掉了 好 跳過動畫 好 我們先把這個射掉 等一下 飛彈 每一個都要擊落 OK 好 射這個 先把這個射掉 好 射飛彈 射飛彈 好 射飛彈 射飛彈 把你給射掉 我有五百多發耶 欸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欸 這樣子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成功把他射掉了 啊 我沒有補師是不是 糟糕糟糕 炮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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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覺醒了 喔 炮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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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為什麼我的子彈越來越多了啊 變800多發了 好 再來射這一個 欸 欸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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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對喔 這什麼東西 欸 屁啦 屁啦 第二階段喔 完了 我要躲起來了 哎呦 喂啊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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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起來 完了 喔 我又輸了 喔 好難喔 好 沒關係 算了 算了 打不贏齁 好 這個知道怎麼玩的 再教我 沒關係 我們再繼續打一些其他的這個戰鬥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我覺得是蠻好玩的 只是我現在還不大會玩喔 好 那這個一般的戰鬥總可以了吧 這是二之三 來一側的話就是 所謂的這個敵人齁 然後呢 他們也有可能會入侵尼姬 然後尼姬如果被入侵的話 那就是壞掉了這樣子 當然尼姬每一個都是 每一個都是女生啦 不過 他們真的是女生嗎 然後謝伏地算是什麼 中央 中 中央機關嗎 齁這樣子 反正我們指揮官是人類就對了 哇 屁股 欸 好 這樣子 攻擊 啊對啦 這樣才是新手的關卡嘛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我 開自動吧 齁 左上角那個Auto 就是說其實 其實遊戲也可以 也可以放著它自動戰鬥這樣子 Auto 齁 這樣子 呃 其實你什麼事不做 你也可以過關齁 不過剛剛那個BOSS在你 你就不能使用Auto了 好 獲得了這個裝備咧 好 升級了 好 這邊還不能過去 對不對 這邊有個驚嘆號 這個車子可以調查嗎 沒有 好 再來 哎呀 剛剛那個挑戰那個 那個 大火車 沒有打贏齁齁 有點遺憾 好 我還是要用他齁 SSR的角色 喔 這種連射齁 打擊感相當的舒服啊 不過我的攻擊力好低喔 喔呦喂 齁 這是那個什麼 他們自動開大 他們自動開大 是吧 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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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獲勝了 好 雖然我也不知道我在玩什麼 不過就是射的還蠻爽的 好 這邊 這邊有個 唉唷 這什麼東西 喔 這邊是一個 這邊是一個機關是不是 等一下 我們看看 那邊有什麼東西 應該有 應該有秘密的東西吧 沒有 這邊應該會有調查的東西吧 欸 欸 奇怪 那這個機關開的是 做什麼 我想說 欸 有 有 有 在這個地方啦 哇 齁 這個看來也是要攻略耶 這個地圖上 喔 然後你可以從這個地方看到一些故事喔 這是一個USB喔 昨天我們屁戶所 兩死只剩五十人份了 又來三十名患者了 再過一個日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好 所以可以藉由這些東西呢 知道一些這個故事劇情喔 我覺得有點像是那種 那種快到世界末日啊 然後最後生完者那個樣子 你可以收集一些這種 所謂 呃 曾經在這個地方 然後倖存者的一些 留下來的這個 這個物資啊 筆記 筆記啊 然後知道說 當時發生過什麼事情喔 連接器是什麼 操作遠端 手機上凸起來的部分 拉出了線 插到界面上 我是軍校畢業的 我覺得玩這款遊戲的話 應該蠻值得看一下劇情喔 就是最好是不要跳過 好 射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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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個遠方的 啊 遠方敵人的話你也可以選擇使用像是 有狙擊槍的那種 那樣子的這個這個角色 如果說一次有複數敵人的話呢 喔 又來了 Full Buster 哇 喔 我覺得電 電的玩就好了 電的玩得好好喔 看他們那個子彈齁 一直射一直射一直射 都自動射 我也要射我也要射 讓我操縱一下 我還是要射第二個喔 欸 射完了 好 又獲得一個裝備了 好 過關 哇 再來有三隻敵人喔 二隻六 好 我是不是要提升一下我的屬性啊 剛剛打了幾隻敵人 看一下喔 喔 這邊 通關應該可以獲得一些東西吧 每日任務 還有爬塔一次喔 天啊 又是爬塔 主線任務 這個好像是零點去更新的喔 這什麼東西 高品質注膜成就 OK 每日任務 啊 這個好像是零點更新的耶 送蠔友點數 我有好朋友嗎 喔 我沒有好朋友 怎麼辦 發送的名單 欸 欸 我怎麼取消了 哇 這要怎麼加蠔友啊 糟糕 欸 我的 這是我的ID 借遠阿天 然後呢 大家搜尋這個ID找到我嗎 02511758 是不是 嗯 我現在可以 可以抽角色嗎 好像還不夠耶 特殊招募 欸 我有耶 不過這個是普通招募喔 喔 看一下 普通招募 應該 普通招募應該是比較普通的角色吧 喔 紫色的 好 再招募 消耗不夠 還要花寶珠喔 好 花個300好了 來來來 招募尼姬 來 來 哎呀 還是紫色的 哇 普通招募 好遜喔 啊 如果抽到重複怎麼辦 應該是可以升階吧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點一下 然後 極限突破 這一個 這樣子吧 啊 好懷念喔 以前命運之子也是這個樣子 再升級 好 然後呢 給他快速 快速穿裝備 然後給他升個級 這樣子 喔 可以升到17級喔 好 這個樣子 極限突破 他叫曲體 極限突破 我是不是欠補師啊 誰是補師啊 看一下喔 貝塔塔 極限突破 喔 還可以再突破喔 他叫我叔叔欸 哇 糟糕了 小加龍炮部隊 他會 呃 這個什麼 發射器的 發射器的 然後看一下 尼恩是補師嗎 長得很像補師喔 好 升級 OK 再突破 我是不是要配一個補師呢 技能 看一下 消滅敵人攻擊力最高的兩名 兩名隊友 爆擊力提升 這是輔助的角色是不是 怎麼樣看補師啊 他這個也有屬性 他也有屬性 這個樣子 這看起來也長得像補師 對啊 這是藥水吧 對不對 我抽到兩隻了 又可以升兩星了 穿一下 技能 有 體力最低的一個敵人 體力最低的敵人 這是給護盾 看來這個艾瑟爾要 要上一下了 怎麼樣獲得這個 這個什麼 升級的道具呢 刷關卡嗎 他也不是體力制啊 對不對 Mission Pass OK 課金的東西 領一下 再領一下 這什麼東西啊 基礎點 解鎖核心 核心 核心這是什麼東西 活動蠻多的 不過我覺得一開始就是 玩普通的這個作戰遊戲就好了吧 作戰初級 好我們剛升了一下 然後可以編隊嗎 不對 第一隊 自動編隊 OK好自動編隊 他有隊長技能吧 尼恩射成我的這個隊長 好就這樣子自動編隊 好儲存 這個小娃娃的人也變了 好開打 這個課長會變什麼樣子 每一個女角 一砲下去就直接秒人嗎 這個樣子嗎 爛砲兵 整個亂射 好像攻擊力變強很多囉 好 開大招了 然後1 2 3 好三個都開了 這是什麼線彈槍嗎 砰砰砰 砰 好其實現在是電腦在操作 我也沒有操作 哇只是感覺很爽而已 哈哈 好過關了 火力輸出 好解鎖商店了 解鎖商店了 解鎖商店了 是不是要買東西啊 好這邊 欸解鎖了齁 派好了 喔這邊有個免費的 是不是要買 消耗資金零的 現用點 啊貨幣啦 然後這個是什麼 星塵 OK 升階的東西 然後 戰鬥數據集 這一個 這是那個 生屬線的道具 積分商店 好這樣子 參加活動吧 那像命運之子的話 你很久沒有上 你再回來的話 其實你都接得上 所以我不知道說 這個聖靈旅程 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 基本上呢 其實你也是可以放置玩 就是說 漏掉什麼呢 其實沒什麼關係 反正就是慢慢玩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手廚送什麼東西 欸 他有手廚嗎 付費商店 這裡 普通禮包 戰役禮包 喔 這個是月卡 170 這個應該是 比較不划算吧 需要購買禮包 戰役禮包 這個應該是CP值比較高一點 花30塊錢 會送什麼嗎 喔 好像沒有什麼 這什麼 客服圖案 喔 好像沒有看到什麼 手處理之類的 喔 新指揮官專用 10抽 一抽 為SSR 這樣子 付費2000 可是你要用 你要用付費的 這個鑽石 付費2000是多少 喔 990勒 不是很便宜 但是我只是好奇 只是想要知道說 到底這一個 這個手廚會送什麼東西 好 那這邊是現在有的 這個活動 這邊寫得很清楚 活動開始 11月18號到11月20號 呃 11月10號到11月24號 這什麼東西啊 加成作戰泥基 喔 有一些角色你上的話呢 你可能會多獲得一些資源對不對 任務 喔 這也是好多關喔 這樣子嗎 欸 這什麼東西 聲援 每進入戰鬥的時候 扣一個聲援 欸這什麼東西啊 這一週的活動嗎 喔 安德森 喔 所以我們藉由這個聲援呢 然後去探索 好 方舟 好出發 我們去調查有沒有倖存者喔 所以我覺得雖然說這是一個手欸 但是你應該是可以蠻能夠沉浸在這個 遊戲的這個世界裡面喔 他的劇情的這個故事還有這個 這個事件關喔 像這個的話就是很適合打 打多鐵敵人然後按著他 他會這個集氣 然後這個榴彈 250這樣子 好 欸我的準性在哪邊 喔我看到我看到 喔 本來是有點 喔 這個是 開始了 1 2 3 放了1 2 3的這個大招 會進入這個Buster的這個時間 我抽到語音訊息了 是什麼 全體集合這裡是樂園 好 藉由這個解任務去了解一下這個故事的內容喔 好 一隻二了 這樣子 好 可以領取獎勵喔 這什麼東西啊 玩具發射塔 可以幹嘛嗎 兌換東西 喔 啊這什麼東西啊 用來 研究 可能是增加一些東西吧 然後也可以兌換高級照目券 哇 看這個閃亮亮的 然後什麼都可以兌換 那看來我要趕快解這個活動 現在只剩下4天2小時 應該來得及吧 好 欸 加成 加成獎勵尼姬 等一下 要稍微看一下喔 喔 我有這隻角色 這個只有加10%欸 有點像命運之子欸 命運之子其實每一期的活動也會有一些好像加成的角色吧 不過命運之子是這個樣子 就是每一次 每一次這個boss啊 就是世界王推出的時候呢 他都會上一些這個對應世界王的這個角色喔 那所以說呢就是 如果說你有這些角色的話呢 你打這一期的這個boss就會比較好打 不過呢也是有很多這個攻略喔 所以說 也不是說這個 你沒有買那個角色你就會 這個沒有辦法玩 所以命運之子的話就會變得是說 其實 如果說漏了幾天上限的話 你也不會覺得說 哇 好像 落後很多 應該說遊戲的本質不是 這個什麼競爭感沒有那麼重齁 那我想那個NIKKI 勝利女神也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好啦 那影片就先介紹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